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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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多大 这个经济一体化规划的范围是包括 北京市田津市和河北全省 这和过去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过去都是几个市 现在是河北全省 那么实际上经济一体化 它有很多的目标 可能它的初衷之一 也是为了解决北京的这个拥堵 还有特别严重的雾霾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很担心是 北京现在每年的新增人口数量 都有50万之多 这个数字就是说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实际上这两个数据 恰恰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原因 因为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才会促进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而且通过一体化发展 能够有效的或者疏解北京的功能 可能降低北京市的这种环境污染的程度 或交通的拥堵 还有人口的膨胀 那还有哪些其他的这个初衷 是我们一定要建设经济一体化呢 比如经济的发展差距 因为咱们知道北京比较发达 这个河北发展慢一些 差距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经济的发展差距缩小 并且逐步解决 这也是一个选项之一 那么就现在这个经济一体化 这样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像河北一些 很多地区的房价开始上涨了 好 现在北京的房价区域稳定了 但是周边区域的房价又开始上涨了 那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实际上房价问题呢 当然了这个是一个市场的决定的结果 因为这个河北的长期房价比较低 是因为大家不愿意到河北去 那么现在呢 河北发展要加快 当然大家要愿意到河北去自业 所以拉动房价 这可能也是比较正常的 当然了不是说 这个北京的 这个要把这个房价问题转移到河北 也不是 这是一个 一方面呢 是大家的选择 第二个方面 这是市场的 市场化的结果 好 那更多的问题 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 萧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经经济一体化与北京发展困局 有请 北京发展困局引发人们对经经济一体化的关注 怎么看待经经济一体化的迫切性 为什么北京的发展面临困境 北京的交通拥堵是怎样形成的 又该如何调整 世纪大讲堂 经经济一体化与北京发展困局正在播出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经经济一体化与北京的发展困局 实际上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现在北京的情况有很多 市内的很多问题 那么经经济一体化受到大家关注的 也是源于今年2月份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志 在北京主持了座谈会 明确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重大战略 那么这个重大战略的提出 是什么原因 我想直接的原因可能有三条 刚才主持人也谈了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北京的发展面临困境 那么北京现在有三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就是人口膨胀 第二个由于人口的膨胀 功能的高度聚集 也造成了交通的拥堵 这个拥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这样大大的检设 降低了经济的效率 第三个大家都感受到的环境恶化 除了我们感受到的雾霾之外 我们北京市的热倒效应也非常严重 第二个我觉得原因是经济之间经济差距不断拉倒 大家知道北京市的和周边 实际上距离不远就是河北 河北就有一个贫困带 第三个我觉得是区域和经济合作进展不快 我的概念叫步履为坚 那么北京市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也分析过 我们也分析过 比如说我们的 咱们知道这是北京市2004年的规划的一个基本的理督点 当时提出来叫两周两代多中心 两周两代多中心 这个提法第一个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重轴 这是个横轴 这叫两周 两代这是叫西部的生态带 东部的产业带 所谓多中心的是像 有CPD金融洁 什么一庄 中关村和奥运村 他们当时叫多中心 我感觉在规划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心向外蔓延 虽然提出来多中心 但仍然在北京的一个痊愈范围内 所以它没有跳出北京原来的四环五环这个范围 而是说一直是按照环路向外扩展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形象的说法叫 单中心谈大饼 谈大饼 谈大饼是有中心向外不断的向外谈 它是蔓延式的 这样带着的结果是功能一直在中心聚集 那么边缘主要是居住 实际上这样的结果就倒是交通大规模的拥堵 所以我说这种情况我们要解决的话 那是实际上存在一个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调整问题 所以我们说在2004年我们提出来要一定要多中心 因为多中心就是要在中心层域之外构建新的中心区 也就是说我们因为发现中心层域功能过度的同叠 那么需要把这些功能疏解出去 那么疏解出去不是说靠强制的办法 而是说主要要通过市场的办法 我们要在外边打造一个新的中心 新的中心就是使中心的交通更便捷 设施更完善 生态环境更美好和经济更繁荣 这样使企业也好居民也好愿意去 愿意去这样的新的中心就建立了 但是我们现在由于没有这个 所以北京市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我们发现我们把2011年城市建设用地和2011年城市建设用地做了一个比较 就发现北京市2011年的建设用地规模比2011年大幅度的扩大 我们原来认为通州应该是一个新的中心 顺义是一个新的中心 大兴和义庄都是一个新的中心 这些功能都可以向这些地方去转移 产业也可以向这方面转移 人口也可以向这方面转移 但是我们发现由于我们当时的规划 这个是东新谈大兵 没有说我们把四环 我们当时建议要把四环锁定 四环之外就不要搞建设了 那么搞建设到哪里去 到通州去 到顺义去 到大兴去 由于我们规划没有把它控制起来 所以从中心向外不断地向外蔓延 这样我们就发现就蔓延到了通州 蔓延到了顺义 蔓延到了大兴 这种空间向外蔓延的这种 我觉得是造成我们北京市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们的很多产业 很多功能并没有有效的向外疏解 一方面可能源于我们没有规划的严格控制 第二个方面大家作为企业也好 作为居民也好 也不愿意转移到河北的各个城市 这样导致我们的产业和各种功能 还是高度聚集在北京的市区 这也是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 那么我们知道人口来 它不是来旅游的 旅游它因为来了就会走 发现很多人来了不走了 他们是本着就业来的 我们说产业会带来就业 如果这个产业在这不断地发展 那么就业岗位就不断地增加 也就会吸引大量的外际人到这就业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通过产业的转移 和功能的疏解来解决北京的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产业向外转移 功能向外疏解 疏解到哪里去呢 如果疏解到我们说六环路以外 我们发现这个还是大病在蔓延 我们发现这个大病就会更大 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说 我们要转移到河北的城市 比如转移到宝定 转移到廊坊 转移到张家口 转移到承德 甚至转移到世界庄和秦王岛 这样的转移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是说我在向外转移个十公里 转移二十公里 转移三十公里 最后发现我们那个丙一 等我转移过去了 丙一也谈到那个地方了 那么要这样转移的话 那存在什么问题呢 就发现河北的各个城市 那么很难接受它的转移 就是说河北和北京存在着很大的落差 很大的落差 我们说上海到苏南和浙江 它发现这个转移的很顺畅 而北京天津转移的就很不顺 那什么原因呢 我说那个是个缓坡 如果是个缓坡的话 大家都会 你不要推车 你就可以 这个 甚至这个缓坡就推下去了 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么如果是一个悬崖 你推个车 那就掉下去了 所以我发现 北京和河北之间存在这个悬崖 你让企业转移过去 企业不愿意 你让北京的居民转移过去 北京居民也不情愿 这种情况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要想把这个 愿意转移到河北的各个城市 那么就要需要把河北的各个城市 它的功能更健全 它的水平要提高 实际是河北的这些城市和北京差不了太多 这样的产业才会去 企业才会去 居民才会去 所以这个差距扩大 也是我们这个功能速解和产业转移 一个障碍所在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发现北京北部啊 存在一个世人瞩目的贫困带 我们呢是有一个数据 这个环绕在北京与天津周围的 有3798个贫困村 32个贫困县 274.6万贫困人口 你看河北全省有40个贫困县 那么32个贫困县 在北京周边 我们感觉到这非常的不正常 非常的不正常 也就是说 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发挥 北京在自身发展的时候 没有让周边受益 没有让周边的区域呢 也同时发展起来 那么这也是我们感觉到 这个作为北京来讲 作为天津来讲 作为这个经济地区来讲 这就是我们的发展呢 很非常的不理想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的时候 要把这个差距要逐步缩小 要逐步缩小 尤其是在城市建设上 在城市功能上 在这个交通上 要有很大的改善 第三个当然呢 就是雾霾频繁出现 生态环境呢 越来越恶化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又发现呢 河北由于这个经济发展比较止厚 因为它需要提高财政收入 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这样呢 它需要发展产业 高端产业发展不了 最后发展低端产业 就是钢铁 石化 这都是还是不错的 有的是还有焦化 能源 水泥 这些大规模的产业都在周边发展起来 那么这给那个环境呢 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再加上北京的机动车增加 这样呢就共同作用 就把这个雾霾就搞起来了 所以雾霾呢 这个天数越来越多 我们就明显地感觉到 我们现在刚才主持人说了 这个新鲜的空气已经变得很奢侈了 奢侈的愿望 这是共同作用的结果 机动车也是一个因素 河北的产业 带有污染性的产业 高耗能高排放这些产业 那么你不让它搞钢铁 不让它搞焦化 不让它搞能源 那么它又搞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们说搞高端的产业 高端产业都在北京天津 河北没有北京天津条件好 所以它就那些产业就很难发展 所以就只能搞这些高耗能 高污染的产业 如果说我们说经济一体化 那么这周边的地区能发展 像高科技产业 像制造业 像一些低污染 低耗能 高附加值的我们的环境就会好起来 如果周边有很多的就业岗位 劳动者也会到那去聚集 那么北京的人口的拥堵也会减轻 所以我说这三方面 这是我们说经济一体化 经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把它提升为国家战略 是从这三个方面这是直接的原因 经济一体化被提升为国家战略 离不开北京大城市病的凸显 为什么经济一体化的规划几经难产 国外在区域合作方面有哪些经验借鉴 在经济协同发展上又要克服什么障碍 世纪大讲堂 经济一体化与北京发展困局正在播出 第二经济合作也不是说今天才提出来合作 2004年这是一个当时把经济的合作提到国家的层面 从2004年开始我们推出了廊坊共识 廊坊共识就是要加强经济的合作 建立经济的合作机制 要做经济的规划 一体化规划 当时就提出来了 产业方面的还有交通方面的 还有其他方面的都做了 在这个公司里边都有体现 那么2006年 国家法格委就组织了 编制经济冀都市圈的规划 这个经济都市圈是2006年启动的 那么在河北的唐山市召开了动员大会 应该说国家非常重视 那么经济都市圈 之所以叫都市圈 当时的繁卫 我给大家是这样一个繁卫 叫2加8 是北京天津加河北的8个地级市 8个地级市 这个是北京天津为中心 然后这周围8个 有石家庄 有长洲 这个不包括寒郸形态和恒水 所以河北一共有11个地级市 那么在经济都市圈的规划 这个繁卫是8个城市 也就是因为没有把 邯郸形态和恒水三个地级市包括进去 在这个规划过程中 这个繁卫问题也产生了分歧 所以后来经济都市圈的规划就没有推出来 这就可见合作的难度在规划方面也有非常困难 那么到了2011年 这个经济都市圈规划 这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就没有再提 而是说提出来要打造收度经济权 收度经济权 所以到从2011年开始 国家发盖委就开始组织收度经济权的规划 收度经济权规划最早开始的范围 那么和经济都市圈的范围也不一样 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题版 那么这个题版实际上 这个收度经济权规划和都市圈规划不一样 不一样最初的时候是 比如说是一加三加六 大家很可能提出听过这个说法 一加三 一是北京 三是天津三个县 就是宝地 济县和武清 三个县市 县区 那么河北只有六个地级市 比如说经济权都市圈规划是八个地级市 那么到了收度经济权 只有六个地级市 这六个地级市就必须把谁去掉了 把石家庄和昌州去掉了 所以河北省可能就不太认同 不太认同 因为我经济都市圈规划 那么我还是由石家庄和昌州 你收度经济圈规划怎么就去掉了两个 当然我们说收度经济圈规划顾名思义 那就是说我是北京向外辐射 我辐射到哪里 哪里就是收度经济圈 辐射不到 当然就不是收度经济圈 所以当时认为六个是可以辐射到的 所以就没有石家庄和昌州 但是河北省觉得既然做规划 那么应该说一体化规划 应该把河北全省都包括进来 所以我们说现在后来大家经过协商或者经过协调 现在的叫收度经济圈规划也好 叫收度经济圈一体化规划也好 叫经济记一体化规划也好 反正这个名称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关键的问题是要把这个规划自定好 要把它尽快的推出来 那么现在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个规划应该包括的应该是北京市 天津市和河北全省 也就是11个地级市都包括进来了 我想这样实际上大家就趋于一致了 就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了 我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想我们的经济的一体化规划 或者叫收度经济圈规划 或者叫经济协同发展规划 不久会推出来 而且这个规划会促进经济的协同发展 那么这个协同发展是西中书记第一次提出来的 那么在以前都是经济合作 这个合作区域合作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跨行动区来合作 现在我们在发展方面 规划方面都是按照行动区 比如我们现在有三四个省级行动区 都按照行动区来规划 行动区来发展 另外我们的财政体制也是分照吃饭 就是每一个省每一个市都根据自己的GDP 根据自己的财政收入来规划自己的支出 然后所以各省水平是不同的 那么省与省之间 省与市之间 因为向林地区有很多的共同问题 包括生态问题 交通问题 社会问题 治安问题 需要合作 那么需要合作实际上在国际上也存在这些问题 比如说法国的巴黎 法国巴黎原来都比较小 后来就发展的规模很大 发展规模很大怎么办 如果说调整行政的范围 这需要议会批准 那就比较难 所以他们就和周边搞了一个经济共同体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也叫市场联系会议制度 就是巴黎市的市场和周边的那些小城市 也组成了联合 咱们联合起来 比如说基础设施问题 那么我下水道我要向外通 咱们知道巴黎基础设施很完善 下水道都可以走汽车的 下水道都可以兴船的 所以他们考虑的比较长远 基础设施非常完善 咱们看过户口脱险 实际上就知道巴黎的地下基础设施非常完善 你看他城市规模扩大了 他要把地下设施伸展到更远的地方 那么要交通公路和铁路要向外验伸 公共交通 那怎么办呢 涉及到人家的地方 所以他就搞了一个共同体 市长在一块开会 人家不一样 巴黎市市长级别和外面市市长级别都一样的 这也是它的优势 所有的市长不管你大市还是小市 在一块开会的时候地位是一样的 华语权是一样的 咱们合作起来就考虑我的级别 我是部级的 你是市局级的 你是处级的 那还不行 那华语权不一样 人家也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应该学习巴黎共同体 而且巴黎共同体有一个重要的值得借鉴的地方 就是每年财政收入一定比例要交给这个共同体来支配 那么共同体拿这个钱 比如说我公共基础设施 我搞规划我就有这部分钱 那么我改善环境也有钱 他有钱来支配 这样子 我想这个是经过国家来批准的 而且因为它是涉及到预算 涉及到你的巴黎的 要每年拿出一笔钱来 要交到这个共同体 要由共同体来支配 比如说北京市按照财政收入 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三拿出来 天津市也要拿出百分之一百分之三交到来 河北各个市也要交上来 这笔钱是很大的数目 然后有着共同体来 共同的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 环境 公共服务 我觉得这就是可以促进一体化 还举一个例子是多伦多 加拿大的多伦多规模很大 所以我了解了一个情况 原来多伦多是由五个市组成 五个市 因为市规模比较小的时候 它是不连续的 后来多伦多市扩大了以后 它把这五个市都连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的基础设施 你各搞一套就不行了 你说下雨道我各搞一套 公共交通各搞一套 我的服务设施都各搞一套 这很现在是浪费的 他们就提出来这五个市 咱们成立一个公共体 搞一个新的协调机构 这个协调机构就负责公共的交通 公共的设施 然后负责整个的规划 后来发现很多功能就积聚到协调机构了 最后他们发现原来的各市这个机构 感觉到成了多余的了 后来他们组织来一次投票 说干脆就把二级机构去掉算了 所以现在多伦多市五个市就变成一个市了 我觉得它降低了行政成本 也降低了协调的难度 所以这就是国外的区域合作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因为区域合作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可能更需要区域合作 因为我们有自下室 自下室的范围比较小 城市的一般都范围比较小 那么城市和区域的关系更需要协调 所以在这里我这里有一个提板 看这个图 这个经济就像一个人 这是头 这是脚 那么北京在这 天津在这 大家发现没有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人的话 这里是心脏的位置 这是肺的位置 这个行政区一旦分割了 北京成了首都了 天津成了自下室了 这就是说它和河北没关系了 所以心脏 如果一个人没有心脏 没有肺 你说是会出现什么情况 人就活不了了 人就活不了了 所以我经常讲 河北叫扫心没肺 没有心脏就没有动力 肺就没有活力 你既没有动力又没有活力 你这个区域该怎么发展 所以说现在你说我们行政区调整也不太可能 因为行政区调整的话难度太大了 那么我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合作 要合作 如何合作 我们提了四条 第一条是建立协调机制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比如说我们说是不是建立一个协调机构 中央出面来协调 这样可能效率比较高 各个行政区也能够接受 当然了 我们的行政成绩本来就很多 如果在梁室一省上面再搞个机构 很显然 这不是又多一个行政成绩吗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选项 第二个我们还是比较推荐的 就是市长联系会议制度 学习巴黎 大巴黎合作的模式 第二个是优化空间布局 合力打造城市群 实际上优化空间布局 我们说北京市规模不能再大了 两千万人已经很大 在世界上也是很大的城市 那么你要优化空间布局的话怎么办 我们说就要把很多产业转移到周边的城市 周边的城市 有人说我干脆就在北京周边搞一些微型城行不行 在十年前 可能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二十年前 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微型城也成了大饼的一部分 等你把产业转移过去了 发现北京市区和这已经连起来了 实际上这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机遇已经上市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布局一定是要转移到河北的保定廊坊 咱家口成的再远一点就是秦皇岛石下庄衡水 像这些转移 把这些转移出来 它就不是一个大饼了 你怎么弹 你也不能弹到石下庄吧 你不能弹到秦皇岛吧 当然了三星人有笑话说 你要北京要修湿环的话就能修到大土 这是个笑话 实际上这个大饼不可能弹那么大 所以我们说空间布局的优化是未来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重要内容 我们要把这周边的城市发展起来 那么周边的城市发展起来以后 我们就要合力打造城市群 那么为了打造城市群 我们就得要建立城际的快速交通 这样呢我们就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另外呢各个城市要实现产业的合力分工 城市功能要互补 北京呢比如说我首都功能 天津呢是经济中心功能 河北石家庄秦王岛像汤山都有自身的功能 这些自身功能呢它是不一样的 大家才会合作 现在我们说推动合作 将来就得自觉的合作 你不合作就大家不能互利共赢 所以我说我们通过产业合力分工 城市功能互补 我们就会把这个城市群打造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呢要讲一讲这个 协同发展的障碍问题 要实现经济协同发展 这个一定会遇到很多障碍 比如说第一个是体制机制的障碍 我已经讲这个现在我们三口锅 三口锅能不能变成一口锅 这是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我觉得三口锅变成一口锅 可能大家说锅更少了 那就犯这个更不方便了 那是不是可以说大家把米大家均衡一些 所以我们说要克服这个体制机制的障碍 第二个呢 市场的力量 我们说所谓市场 就是市场是市场主体在起作用 那么比如企业它愿意到哪去 是它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说北京的总部是不是搬走 科研院所是不是搬走 医院学校是不是可以搬走 各部委的下属机构是不是要搬走 搬走了 当然北京的功能就会速解了 人口就不会那么多了 环境会改善 但是呢 这个市场的力量是很巨大的 而且十八大报告提出来 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我们说 这个市场力量呢 我们还得要顺应要尊重 当然了我们要通过政策来引导 第三个是认识问题 认识问题 我们可能一下子不好解决 我们现在比如说北京人 只考虑北京人的问题 北京的问题 天津人只考虑天津的问题 河北人只考虑河北的问题 那么很难从更大更高的层面来考虑 我们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认识要转变 认识要转变就是我们离不开 会让离不开是共同的 问题是共同的 需要共同来解决 那么这个认识会转变 最后呢 大家实际上也是这个饶不开的问题 也是大家最不愿意说的问题 就是至今问题 比如刚才我说了 这个咱们每个城市要通高铁 通高铁这需要很多钱 我们要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好 要把公务服务搞成大家都差不多 这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个资金呢 也不是很短时间能够解决的 当然了我们说要靠创新 要靠创新 要靠体制的创新 机制的创新 还有靠这个我们 发展中的问题 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那么我的演讲呢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北京的发展 伴随着日趋严峻的大城市病 但如何解决大城市病 是个世界性难题 那么迁都是否缓解大城市病的有效手段 北京在书写企业或机构时 又有何考虑 如何看待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 对金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世纪大讲堂 金经济一体化与北京发展困局正在播出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我们也特别希望金经济一体化能够早见成效 那我们现场呢 有一些非常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 想和您进行沟通和交流 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 首都嘛要那个牵出去 也能缓解一下咱们北京的那个 交通堵塞 还有环境污染 还有高房价 您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法 这个 所以迁都的问题 这是学者们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呢 不是说因为首都就必然会带来交通用度 就带来这个环境恶化 实际上我们是发展中 一个是发展阶段问题 所以我说这个迁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些和政府有关的机构 你要迁出去 这不容易 所以我说我认为呢 这个迁都的问题不会是这个近几十年的选项 所以那个习近平总书记呢 提出来北京呢 要把这个首都功能保留下来 把非首都功能转移出去 这意味着北京不 这个我们不会迁都 就是现在目前为了那个精精一体化 那个动物园批发市场已经准备搬迁 而且首家中央企业已经落后寒单 就是您觉得现在就是北京市 首批应该那个书解的应该是央企呢 还是是哪些企业机构 是央企呢 还是像这个批发市场这样的 或者是以及这个什么高等院校啊 还有高污染企业 实际上我觉得这两个呢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说北京苏解的第一个是要高耗能的 高耗能不一定是高污染 因为现在的技术问题啊 已经把很多钢铁 石化 水泥 这个污染控制得很好 第二个呢 是那个低附加值的 劳动力迷积性的 你想批发市场 当然了这个 像那个科研院所 学校 医院 我觉得这些呢 比如说为全国服务的 比如像我们很多 这个医难病症或者重病 这些全国人都跑来就医的 那你没必要在市中心嘛 市中心要为市民服务的 那么这些呢可以转移到周边 转移到周边的城市 转移到周边的地方 当然这要有这个 根据功能来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些呢是要 一要考虑实际的需要 第二呢 我觉得主要是做增量的问题 增量在这个进行这个调整 比如你不能再扩大了 像学校不能再扩大了 医院不能再扩大了 然后其他的科研机构不能再扩大了 你如果要扩大你就到外边去 这是可能比较可行 当然了这有些 呃 根据国家的规划 也需要逐步的转移出去 但是这个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您好 就是我想问一个就是那个户籍制度 还有这个社保制度 就是说将来会不会影响咱们的精进化 一体化发展 因为他现在不是就是比较阻碍 现在人员和劳动力的流通 呃 实际上呢我们的户籍制度呢 过去是把这控制人口的一个手段 呃 所以呢我们这个实际上非常严格的呃 这个户籍制度 就是说你呃 你来了我不给你上户口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手段呢 已经变得呃 这个没有什么效果了 没有什么效果了 为什么呢 你不影响他来 呃 没有户口他照样来 因为你这里的收入比他别的地方高 呃 尽管没有福利他也愿意来 所以我想呢这种户籍制度呢 呃 最终呢 呃 是要取消的 但是呢 现在呃 呃 还不行 因为呢 我们说北京市居民的享受的公共服务 和河北呃 呃 是有很大差距的 很大差距 那么呢 你要是说需要户籍了 那么我都跑北京来 那么我要享受北京市民的福利 这个可能就给北京市带来很大的压力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河北公共福利呃提高 呃 但是呢 河北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呃 呃 这个支撑像北京这么高的社会福利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差距这么大 你都都不好办了 呃 如果说我们说呃 呃 这个北京提高了 河北再提高 呃 慢慢地上平了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户籍制度就没有什么用了 呃 就是你这边取消了 河北人也不会非要搬过来 对吧 很可能呢 那个北京呢 要搬到河北去啊 所以呢 我想呢 这有一个阶段 我觉得有个过程 为了推动经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期也推出 北京人受聘于经济地区的企业 可以不转移社保 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呢 经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当中 也是寻求协同发展的机制 而在未来经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能否成功 重要的一点取决于能否打破行政壁垒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下周再见